黄崇仁笑容满面 进行剥碎仪式 货班扬名交大 名誉博士学位 不过美系外资最新报告 却认为半导体第二季恐面临砍单 下修多家的目标价 立即店也在名单内 黄崇仁打脸外资 车用的各种不同的用途 你没有办法分析很清楚 Cervo什么的多音话 所以没有办法用单一产品来决定 这个是落后的思想 是用PG手机来决定 立即电歇单传出已经满到今年底 年度营运有望占新高 二哥联电受惠于WiFi 6的晶片 以及OLED面板驱动IC 28奈米满单到明年 传出未来三年的产能 也被大客户包下 法人看望营收有望年增超过两成 产能就这么大 怎么会大幅增长 全部都蛮窄的 价格现在很多大家都约嘛 所以应该还是稳定 欧洲依法半导体正式发出涨价通知 第二季开始将调涨全产品线的价格 这是今年传出库存调整的 升浪下手加涨价的指标厂 在车用和工业应用的加持下 唯控制器MCU人工不应求 台厂新唐盛群等 MCU的报价走势 也受阻 半导体界大咖持续看望当前产业需求 第二季是稳定 但是现在的订单主要是讨论第三季 卢超群也向政府喊话 台湾半导体身具实力 但科技的相关法规成为挑战 需要快速和国际接轨 海内外大厂满手订单 持续迎来涨价潮 以实际行动扭转外思 对半导体的悲观看法 三立新闻杨超成李文科新竹报道